花莲市一年三个星期举办的原住民部落狩猎祭 在17号是圆满的落幕 市长魏佳燕亲自走访了12个部落 受到族人的热烈欢迎 除了聆听其佬 分享早期狩猎的去谈之外 也学习了传统猎剧的使用 以及陷阱制作的方式 更和族人团聚同乐 品尝部落妇女 以猎捕的鸟烹调出来的佳肴 为今年南市阿美族的年末盛世 画下了完美的句点 今年花莲市原住民部落狩猎祭 由12个部落分别是在周末假期来举行 市长魏佳燕也特别前往各个部落参加 魏佳燕表示 原住民传统记忆、记忆还有文化保存传承 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未来施工所会举办各式的研洗课程 也希望部落青年可以积极参与 让珍贵的原住民文化发扬光大 传统的狩猎祭就是由我们的齐老 教我们所有的青年干部 包括我们青年会 教制我们补一些骸鸟的一些 包括我们的一些陷阱 传统的一些陷阱 那也希望这样传统的陷阱能够传置下去 那至于补鸟的部分 也是希望说来年的丰收都能够平安 将一些骸鸟给补起来 那今天也非常的开心 看到那么多的族人 那返乡 那也很谢谢我们的族人 那持续的推展我们原住民部落的一些文化 跟一些传统记忆 那站在华联施工所的立场 我们会全力的为族人来努力 让部落的事物都能够 让青年的族人都能够被看见 那也希望他们够了解这样的历史脉络 男士阿美竹岁末年终登场的狩猎剂 有着祖先利用天然之材 架设补鸟器的智慧 非常的有趣 等一下那个鸟这样招招招 看到了 预备吃 就夹到了 你这手 掉下去 防射小鸟 齐老他在设计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预测到那个鸟 会过去 会这边穿过去 那我们会故意设置他的引导的道路 让他有常来走的道路 然后他的头呢 就会设置他的高度 大概这个高度 然后他会这样一直伸头伸头 然后他就会从这个中间呢 那万一鸟比较大 这样过去 万一鸟比较大 阿美族人借着狩猎剂团聚在一起 除了凝聚情感 也承袭古老的习俗和文化 并且共同享用丰盛的野鸟大餐 欢喜迎接丰收的新年 这里会幻视报道 阿美族人借着狩猎剂团 阿美族人借着狩猎剂团